平安365 智能手机方便了我们的生活 那个浏览网一样查回票之类的 他用室言干嘛呢 但是人民又对智能手机有所担忧 对人体有一定的伤害 会对脑 就是头部应该会有一些影响肯定的 网络上关于智能手机不设的传闻是真是假 一切内容近代平安365 你了解智能手机吗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智能手机凭借着它功能的多样化 取代了普通手机 据国家工信部调查显示 目前在我国每100个使用手机的人中 就有80个人使用的是智能手机 您巧这部智能手机拍照看视频翻译功能是应有尽有 在这些功能方便我们生活的同时 大家对智能手机又会不会有什么担忧呢 那辐射呀什么的 反正一般尽量少使的 不说有辐射吗 像辐射呀什么的接收信号肯定会有的 肯定是有的 有的时候还死机呀什么的 这是肯定有的 看来大家在使用智能手机的时候 最大的担忧就是智能手机的辐射会很大 网友也有同样的疑惑 而网络中的一份调查报告更印证了这种说法 在这份报告中列出了一些智能手机的辐射情况 按照国家电磁辐射暴露线值和测量方法的规定 手机辐射不应该超过两瓦特美工具 这些智能手机的辐射值虽然都没有超标 但是他们也都还是有辐射的 那么这些辐射对我们的健康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 它这个射频它这个那个好像对脑子和心脏好像说有什么影响 对神经什么的 可能对对人体可能有一定的伤害 尤其是儿童小孩嘛 对脑就是人头部应该会有一些影响肯定的 大家给出了他们的看法 而针对这一问题 浙江省中医院也有了研究成果 浙江省中医院研究的移动变化电磁波 对男性生育能力的影响的课题 通过实验室用了小白鼠进行手机辐射测试 出乎的一个指令就是说 手机辐射对老鼠的港湾的生存能力 有一些影响 因为小白鼠与人的生理机能十分相似 根据这一研究 我们可以推断智能手机的辐射会影响男性的生育能力 除此以外 智能手机的辐射还有可能会造成头痛 头昏 失眠 多梦和脱发等症状 如果儿童过多的使用手机 还有可能会影响其脑部的发育 既然智能手机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这么多不利的影响 为什么大家还都喜欢使用它呢 就是挺多 比如说查地图啊 然后学习时候那个词典啊 什么比较方便 上网 晚上那个浏览网易啊 晚上查股票之类的 就是上网快啊 通过采访我们了解到 大家之所以喜欢使用智能手机 就是因为它能够上网 可以方便我们的生活 可是最近 香港城市大学研究发现 用智能手机上网 比拨打电话的辐射要高 香港城市大学的研究人员 检测了市面上四款流行的智能手机 在实际使用情况下释出的辐射量 数据显示 四款被检测的智能手机 通话时的辐射量都比上网时要低 用智能手机通话时的辐射量 也就是比吸收率 在0.01至0.33瓦特之间 而上网或传送数据时的辐射量 比通话时高数倍 达到了1.16到1.28瓦特之间 央视财经也发微博 称手机上网会产生比平时 多5万到6万倍的电磁波 电磁波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 手机辐射 该微博易经发布 转发量超过4万次 评论有上万条 有网友感叹 要珍惜生命远离手机 有的说以后再也不做低投足了 可是也有网友对该报道的准确性 提出质疑 说是危言所听 也有的认为 这就是谣言 手机在使用时所产生的辐射 在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被列为2B类物质 就是有可能致癌的物质 它导致癌症的几率等同于吸汽车尾气和牵中毒 如果使用手机上网的辐射 真是拨打电话的5万到6万倍 那在我们经常使用手机上网的情况下 患上癌症的几率 岂不是更大 还是让我们赶紧来检测一下 手机在上网时的辐射到底是多少吧 你手机上网的辐射 究竟是不是比拨打电话的辐射大 请继续关注平安360 你了解这种手机吗 首先我们先来问问大家 平时都用手机在网上做一些什么事 比如说我这边用的最多就是微信 就是看电视啊干嘛的 微信微博挺多的 经过调查我们发现 人们最常使用的手机上网功能 就是微信微博看电影和浏览网页 我们可以把这些功能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像发微信微博浏览网页这样 短时间使用网络的 还有一类就是像看电影这样 长时间使用网络的 我们就先来检测一下 利用手机短时间使用网络时的辐射 我们把测量辐射的场墙测量仪 放在距离手机30厘米的地方进行测量 这也是使用手机上网时 手机与脸部之间的距离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用手机看电影时的辐射吧 这同样都是使用手机上网 为什么短时间上网和长时间上网的辐射还有那么大的差别呢 沈庆飞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工程师 我们使用手机在短时间上网和长时间上网来说呢 我们在使用同种通讯制式的话 它的辐射大小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是长时间上网的 它的累积作用会明显一些 这样的话我们在长时间上网的话 手机辐射对我们的影响会稍微大一点 看来这两者的主要区别是在使用的时间上 上网的时间越长 辐射就会越大 接下来我们就来测测手机在拨打电话时的辐射是多少吧 首先我们把场墙测量仪放在手机旁边 然后拨通手机 可以看到手机在拨通的瞬间 测量仪上的数值是1.4伏特每米左右 在手机保持接通5秒以后 数值突然降到了0.9伏特每米左右 由此看来这使用手机上网的辐射真的要比接打电话时的辐射大 但是并不像报道中说的有5万到6万倍的差别 无论是拨打电话还是上网 手机发出的辐射量大小是相当的 只不过我们在使用电话的时候 通常手机距离我们人体比较近 而我们在使用上网的时候 手机距离我们人体关键部位会比较远 虽然使用手机上网产生的辐射量 没有传说中那么大的惊人 但是这一数值 又是否在我们人体所能承受的辐射安全范围之内呢 关于环境电池辐射的要求呢 目前我们参考的是国家标准Gb8702中的要求 也就是要求环境的电池辐射呢 要低于12伏每米 按照这一标准 使用手机上网产生的辐射还是相对安全的 但是辐射会有时间的累计 所以长时间的使用手机上网 还是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定的影响 所以我们也应该尽量减少使用手机上网的时间 特别是孕妇和儿童 更应该减少使用手机上网的时间 避免手机辐射对胎儿和儿童的发育造成不良的影响 智能手机使得我们上网的地点不再局限于电脑旁边 它使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与网络连接 最近有网络传门说 在地铁这样相对封闭的空间中使用手机 辐射是平时的6到15倍 报道一出网上的相关搜索数量达到300多万个 那么事实真的会像报道中说的那样吗 为此我们的编导特意要到地铁上去体验一下 我们的第一站是地铁站外的露天广场 我们首先要测量一下用手机在这上网时的辐射值 此时厂墙测量以显示数值为0.8伏特每米左右 一会儿我们将用这个数值和在地铁中用手机上网的辐射值做比较 我们的第二站就是地铁车厢 让我们出发吧 在地铁里上网 手机的辐射会不会增加呢 地铁就要开车了 我们的测试即将开始 使用手机在地铁中上网 辐射值真的会猛增吗 一般情况下呢 在这种通地环境中 比如说地铁电梯里面 它手机的信息会比较差 请继续关注平安365 你了解智能手机吗 地铁运行后 我们开始使用手机上网 同时使用厂墙测量仪测量 我们明显感觉到 这时的输值出现了比在户外 更为明显的波动 我们测量此时数值为 2.2伏特每米左右 因为我们使用的是厂墙测量仪 要想知道辐射值 需要利用这个数值的平方 除以377来计算 因此在地铁中用手机上网的辐射 是户外的近8倍 看来网络上的传门是真的 在地铁这样的密闭空间中使用手机上网 手机的辐射果然会增加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了 为什么在相对封闭的空间中使用手机上网 手机的辐射会增加呢 一般情况下呢 在这种封闭环境中 比如说地铁电梯里面 它手机的信号会比较差 这样的话呢 手机相对来说为了保持良好的通话信号呢 它会有比较大的发射功率 这样的话手机辐射会比较大一些 为了保证人们在地铁电梯等封闭空间的通话质量 近年来通信公司在部分地铁站和电梯中 铺设了移动通信室内分布系统 用于保证封闭环境下的信号覆盖 但越贴近隧道深处 信号的传输损耗也越大 为了保证通信质量 手机也就必须提高自身的发射功率 因此手机的辐射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加 上面的这两个网络传闻都显示出 大家对于智能手机辐射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那么我们有什么方法能够知道自己手机的辐射情况呢 网络上就提供了一种自己检测智能手机辐射情况的方法 网上说只要在智能手机上输入星3001-12345-星 就可以马上检测出自己手机的信号情况 而这个信号值也可以反映出手机辐射的大小 这个数值都是负数 数值越小 说明手机的信号越弱 辐射也就越大 有很多网友在检测了自己的手机以后 纷纷发帖秀出检测数值 每个人的都不同 有一位网友说 自己检测出的数值是102 表示自己很悲剧 那么这样的检测方法真的科学吗 今天我们的编导也要来试一试 我现在呢就来输入这些数字看看我的手机的辐射情况是什么样的 手机的左上角好像有显示了 我的手机现在显示的数值是负的90 看来这个代码确实有用 可是让我们的编导没想到的是 在另外一个位置对自己的手机进行检测时 手机左上角的数值竟然变成了-81 我们都认为同一部手机的信号数值应该是一样的 可是为什么我们的编导只走了几步路 这个数值就有了变化呢 难道说一部手机的辐射值还会变化不成 那如果我们走得更远一些 这个数值会不会继续变化呢 我现在呢距离刚才的测试地点大概有50米远 在这块呢我要再测一下我的手机 看看现在的辐射情况怎么样 现在呢我这个手机上显示的这个数值是负的114 这同一部手机在三个地点显示出的手机信号值都不同 也就意味着它们的辐射值是不同的 那么这网络上提供的方法到底能不能准确地检测手机信号 从而推断出手机辐射呢 让我们先来听听手机的生产厂商是怎么说的吧 看来手机的生产厂商并不太认可这种检测方法 那么沈老师又持有什么观点呢 手机呢它是肯定能测试到它目前所出位置的 接收到了基站信号的大小的 但它会不会反映出来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有些手机呢我们在它的设置里面有一栏 就是手机的目前的状态里面就可以看到 目前手机所出位置的接收到了基站信号的大小 看来网络上的这种自己检测手机辐射的方法 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为什么每次检测出来的数值都不一样呢 一般来说我们用的手机呢 它都有一个功率控制的功能 也就是如果说它接收到的基站信号小的话 它会将大发射功率 如果说我们接收到的基站信号好呢 它会降低发射功率 手机信号基站是手机进行信息传递时 接受与发送信息的装置 它与手机之间间间隔的距离 决定了手机信号的大小 距离越近信号越好 辐射也就越小 我们的编导之所以检测出的三次手机信号 数值不同 就是因为距离手机信号基站的远近不同 这种检测方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它毕竟不是通过精密的仪器来进行检测的 只能作为一种参考 通过以上一个一个的实验 我们可以看出 手机在上网时确实存在辐射 但是辐射量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大 也没有那么可怕 只要您购买的手机是有入网许可证的 那么它们的辐射量都是符合国家标准 是安全的 2013年10月24日上午 在广西玉林市玉东大道 一栋民房的井口旁 残留着大量血迹 以及手电筒 拖鞋 匕首等 广西玉林市消防支队特勤中队到达现场后得知 这是一名艾滋病患者 因不想给家里人带来负担 于是选择了轻生 消防员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救援 才将这名轻生男子打捞上来 但可惜的是 经过现场医护人员确认 该男子已经死亡